我們來看議題 102年大學的學測題 那個國中生就會了 你剛剛聽完你就會了 不用念過高中 國中生就會了 但是他有一點點小小的手腳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昊老師 今天要講解的是102年全測的第68題 讓我們來看一下題目說些什麼 他說王通勛到台東太馬里野外調查 觀察南北向偷面的折皺構造如荼 經過強健調查之後 地層的程序由一序由一到五 越來越年輕 所以一是最老的五是最年輕的 接下來他說判斷折皺構造時 需考量地層年代的開業程序 對於這個折皺構造的驅逐 下列合則正確 於它底下就給你了 有翻轉沒翻轉 跟背嫌還是象形 所以其他這題就大概用你說 你懂不懂折皺跟象形跟背嫌 是什麼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折皺是什麼 好折皺其實就是我們的地產 在經過一些壓力的變化所產生的一些形變 好那這個東西 大家有辦法想像一下它是怎麼去產生的嗎 沒辦法想像的話 我們來感覺一下好了 想像你今天早上去買一個三明治 於是你就一層 一層又一層的把它疊起來 對不對 最先疊就是底下的一層 最後疊就是上面那一層 就是上面那一層 最年輕這樣子 好於是呢 這時候你把它放在你的書包裡面 然後呢 在你的書包裡面受到一些壓力的變化 於是呢 這時候造成你的三明治的形變 於是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應該地層其實這樣很像 其實我們的地層的這個折皺也就是這樣來的 好那我們如果把這個折皺 我們來去拆解一下 我們把拆成凸起來跟凹下去的兩個部分 我們就把它拆成背斜跟向斜 背斜呢 我們發現它弄起來就像是背 對吧 所以比如說它就是背斜 向斜呢 我們發現它就是向下的斜 就是向斜向斜向斜向下斜 OK背斜就弄起來跟背一樣 好的 我們知道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就來解解看題目 好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這個圖 它就有一個背的形狀 於是我們就選擇了背斜這個答案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又再看看 它到底是到的還是沒到的 好然後呢 它說五是最年輕的 而一是最老的 咦 跟剛剛是不是記起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看剛剛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這個背斜的結果 那是綠色的 應該是你最後疊上去 跟上面是一樣 最後疊上去 所以外面這一層應該是最年輕的 而底下這一層應該是你最原始 最原始疊上去的 所以這一層應該是最老的 可是剛剛好像相反 裡面最年輕外面最老的 那我們要在什麼情形之下的話 形成像剛剛這個樣子呢 我們試著看看好了 如果我們把這樣圖做一個翻轉 180度 這我們會發現什麼 裡面這一層是最年輕的 而外面這一層是最老的 有沒有發現 它跟剛剛我們很像 對 它就是跟剛剛的象形很像 外面是最年輕 而底下是最老的 所以其實這一個題目啊 它答案是一個象斜的構造 然後呢 被翻轉了180度 所以它是你翻轉的 象斜構造 不知道大家這題答對了嗎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見 好呢 那個 那個所謂傾斜統一方向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國中根本就沒有 那你不用理解 因為背寫現在都是兩邊嘛 像在那邊跑 那就是看啊 它圖上面顯示什麼 五啊 五字什麼東西 最年輕的在中間嘛 那我們背啊 年輕的在中間怎麼寫 象斜啊 可是它泡在怎麼寫 背寫啊 不知道就怎麼樣 翻過來嘛 可是它翻過來就知道了嘛 這個國中生就會了 不用念高中 不用念高中 國中生就會了 OK 所以就是讓你知道一下 這重點是剛剛講過的 對稱性分布 老言成在中間是背寫 西成在中間是向寫 這就是我們這個題目的重點 OK